哈囉我是Catie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這個 Bobbi Brown的 呃 膠囊氣墊粉餅的實測 那這已經不是第一印象了 因為我原本第一印象用的時候有拍影片啊 然後昨天要剪接的時候發現我後面沒有拍好 就有一些片段不見了 所以我只好現在要重拍一次 所以這已經不是第一印象了我已經用過了 那今天就是做實測給你們看 好那廢話不多說就直接開始 因為我急著要出門 所以趕快開始 它裡面有附一個氣墊 那它原本膠囊呢上面是有一層封膜 就是它是像那個膠囊咖啡那樣子 有一個封膜要撕開 那裡面原本這一層 唉唷一打開這一層是白的 那你要壓下去呢 它中間這個洞才會釋出那個粉底 所以原本你如果是新的話 這上面是會是全白的 就是 呃比一般的氣墊粉餅還要稍微新鮮一點的感覺 好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直接開始 試用 這個呢要壓的比較大力 它才會有粉底跑出來 如果你用像之前的氣墊粉餅那樣輕輕壓的話 就壓不到東西 所以你要壓下去讓它有粉底釋出 才會有東西在這上面 然後呢我直接拉近給你們看 好我現在皮膚好像沒有什麼大狀況 稍微有一些紅點點 然後一樣雀斑的部分 好我就直接在這個雀斑這邊拍給你們看 好了 你看它那個粉底釋出的量啊不會很多 我剛剛已經壓非常大力囉 它粉底釋出的量還是只有一點點而已 然後可以看到遮瑕度算是輕度的 我這樣只有拍這一邊 然後拍過來眼下 這個氣墊粉餅我很喜歡它的香味 就是它有點那種精油味 就反正味道很療癒 我非常非常喜歡這個香味 好像Bubby Brown的底妝都是同樣都是這個味道 我們現在看這一塊 是已經有上過妝的 因為它雀斑已經比之前少一點 可是它沒有辦法完全的遮住 那它的這個粉底釋出量真的很少啊 所以我要再壓一遍 才夠拍臉的下半部 然後我今天眉毛很亂很多雜毛 因為我才剛從韓國回來 在韓國那個期間一個多禮拜 我都沒有修眉毛 所以現在眉毛很亂 好我們可以看一下 兩邊的差異 就這邊已經上好一層底妝 它這個光澤我覺得很漂亮 就它不是那種很嚴重的油光 可是光澤還蠻明顯的 就算是一個很精緻的光澤 然後這邊是還沒有上妝的地方 就有膚色不均的問題 這邊已經上好 就整個顏色很均勻 我的色號是Extra Light 我覺得顏色非常的漂亮 就是很襯我的膚色 好 再開一遍 這邊是沒有上妝的 這邊是有上妝的 它不算是裸妝感 可是它的那個妝感已經算蠻淡的 算是清淡自然的底妝 好整面 你看這個遮眼周暗沉的效果還蠻好的 好因為我現在急著要出門啊 我就直接去把這半邊臉的底妝 還有我整個臉上的妝補好再回來 現在時間是上午的8點57分 那我們就算上午9點好了 我等一下要出去 那先快快跟你們更新一下現在底妝的狀況 就是 欸不是底妝的狀況 因為才剛上上來 就我 妝上好了 就是我只有上眼妝跟唇妝 臉部我一樣什麼都沒有動 就我沒有加腮紅修容打亮 也沒有加蜜粉 或者是任何定妝的產品 然後妝前呢我只有擦防曬 就是你們可能前面有看到我的眼皮上面有些白色的機嫌啊 那個是防曬 我沒有加任何的妝前打底 那底妝狀況是佳 那我非常非常喜歡這一個 因為我已經不是第一次用了 我非常喜歡它 它的那個持妝效果非常的好 今天我會一樣持續紀錄8到10個小時 你可以看到這個的持妝力非常的優秀 然後它的遮瑕度不高 可是還算是有一定的遮瑕度 因為你看像我臉上那個膚色不均的狀況 還有眼周的暗沉都遮掉了 那雀斑啊 或者是這種紅紅的痘印是沒有辦法完全遮掉 那你可以搭配遮瑕膏 像這種可能比較重的痘印 你就要用遮瑕膏 嗯 好 這邊也是有一點痘痘的印子要用遮瑕膏 那像淺的這種雀斑啊 其實這個拍第二層是可以遮住的 所以它是可以堆疊出那個一定的遮瑕度 那如果你想要像我現在是妝感非常的自然 你就輕輕的拍一層 這樣修飾效果就很好 然後光澤很美 就我很喜歡它這個光澤 是很自然然後很美 就很像貼身好膚質的光澤 不會感覺到油膩 也不會就是看起來是那種很假 像有時候韓系的底妝太厚重的那個光澤就很假 那這個不會就真的是非常自然的 好膚質光澤 好 那其他就等一下出去再跟你們更新囉 現在時間是中午的12點59分 登登 距離上妝是4個小時了 目前妝的維持度都還ok 然後我剛剛去看 第一宅2 超可怕的 超可怕的 然後第一集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第一集我看然後也是很可怕 但我覺得2好像更可怕一點 反正喜歡看鬼片的人可以來看 好那回到底妝 目前4個小時維持度啊 好 我覺得這維持的很好 就除了在這邊 有一點 稍微的浮粉 很輕微 大家貼近鏡子看才看到 有一點點浮粉 然後下巴因為 嗯 這邊有粉刺嘛 所以浮粉看起來比較嚴重 但是其實 還好都不會說有 很嚴重的什麼脫妝啊 斑駁結塊什麼都沒有 就是只有這邊輕微的 很輕微的浮粉而已 那因為現在外面很潮的 我等一下晚一點回去 再跟大家詳細的更新 好燙鍋 好燙鍋 屎嫂 車上 那個底妝的光澤 特別明顯 你看喔 這光澤真的超漂亮的 我很喜歡這個底妝 它除了就是 我覺得有一個小缺點 就是有粉刺的地方啊 比較容易浮粉 就是下巴 現在還有看不到 晚上回去帶給你們看 但那個光澤還有整體的持裝度真的很好 然後剛剛去吃的東西叫做 宋江餡餅粥超好吃 那一間就是如果你喜歡吃那種北方麵食的話 那間真的很好吃在天幕 尤其是它的豆沙鍋餅 太好吃了 它那個餅皮就是厚薄適中 然後又QQ的然後那個豆沙也煮的 反正就是整個很剛好然後很香 上面吃法也很香 超好吃 好 那底妝現在看到那個光澤 光澤超美的 好 現在時間是大概下午2點多 現在要回家 那就晚一點再給你們更新囉 現在時間是晚上的6點11分 那就是距離我上妝已經9個小時了 底妝的維持度是這樣 我覺得維持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就這一個啊 我覺得它的持裝力就是我有被嚇到 因為最近天氣真的還蠻悶熱的 然後我現在加帶妝9個小時啊 我的只有鼻子這邊有出油 然後這邊輕微的泛油光 其他都是好的都沒有什麼問題 那拉近給你們看喔 鼻子即使有出油啊 它的那個 妝都沒有掉 你看鼻子這邊這樣亮亮的 可是它的妝都沒有掉 連鼻翼這邊也沒有脫妝 也沒有卡粉 就是鼻子勾勾這邊居然沒有卡粉 我覺得就非常非常的令人驚嚇 然後毛孔的話有一點點 就是毛孔的遮瑕度有點跑掉 然後加上有一點出油啊 毛孔有顯得一點點稍微粗大一點 但是沒有說很嚴重整個毛孔很可怕那樣子 就一點點稍微粗大的樣子 那這邊呢整個妝 就是臉頰側面這邊 整個妝的持續力是非常好的 就幾乎完全沒有脫妝 就一上上來的那個遮瑕度啊 光澤度都還在都很漂亮 這樣子 然後額頭呢就幾乎是99%都還維持住 完全沒有偷妝浮粉或者是出油 然後我額頭一點出油都沒有 那唯一有問題的就是下巴 我不知道你們這樣看不看得出來 就是下巴呢稍微有點浮粉 就是我本身下巴就是比較容易浮粉的 可能是因為我這邊有粉刺的關係 那它看起來就會這樣子有點浮粉 那這個也是 一點點很輕微 不會說一看就覺得 哇你這邊浮粉粉刺整個爆出來 沒有這樣子的感覺 就是你要靠很近呢 就會看到這邊有稍微浮粉的感覺 可是一樣沒有什麼脫妝斑駁的情形 所以這個啊維持度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那我的膚質是中性 即使在夏天 現在這種天氣啊 就是現在外面應該 三十二三度吧 那這種天氣我還是不會很容易出油 就是只會這樣一點點 稍微的泛油光欸 那像上次我 呃實測YSL的氣墊嘛 就整個大爆油 所以很多人以為我是容易出油的膚質 但其實不是 我皮膚真的不容易出油 點多就是這樣 如果我夏天待在室內的話 就這樣一點點出油而已 沒有說會整個 像YSL的氣墊 那整個油光滿面 這樣可以煎蛋 就沒有 所以我夏天呢 還是可以持續用氣墊粉餅 就是夏天如果是要在室內的 我就會用氣墊粉餅 那戶外的話我才會改用粉餅 那像這樣子 那如果你的膚質跟我差不多的話 我覺得夏天用這個是OK的 除非你的皮膚可能 比較容易出油的話 稍微容易出油的話 你可以再加一點蜜粉 那如果你的皮膚真的很容易爆油的話 我覺得你夏天就不要用這種光澤型的氣墊粉餅 我之後會做粉物型的氣墊粉餅的實測 當然就是如果比較容易出油的人 你就在等我的那個粉物型的氣墊粉餅的實測 那這個我很喜歡的原因是 它一上上來的妝感 我就非常非常的愛 就它上來的那個光澤真的很美 就不像是那種 像韓系的氣墊粉餅啊 有一些它真的妝感跟那個光澤感都太厚重 所以看起來會很假 那這個一上上來的那個光澤就是很真 就看起來很像膚質很好的那種光澤 然後它的整個那個妝感啊 還有遮瑕度都是比較 比較偏自然的 就是它遮瑕度也不高 大概是中低度的遮瑕 然後妝感也是很自然的感覺 所以整個就是可以營造 有天生好膚質的假象的那種粉底 所以這個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歡 好 那以上就是我的Bobbi Brown 膠囊氣墊粉餅的實測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掰掰 所以我先跟你們分享 就是我這邊有一個抽屜櫃 裡面的第一層 就是這是我每天最常使用的化妝品 都在這裡 那其他呢 就因為真的很亂 因為你們大概看一下我家怎麼放的 但我可以把這一層都來看 把這兩條搞得吧 就這樣跟我一起看